中华奥会和体育署今天举办一路相伴 感谢由你感恩参会 多中华奥会提供分享 今年台北市大运力造男子标枪亚洲记录的田径好手郑兆村 昨天和众多金银好手盛庄出席一路相伴 感谢由你企业及选手见面会 既感恩参会 从低潮间接迈向高峰 从2014年就接受赞助的他说 感谢这些幕后推手的默默付出 我从亚运后就接受赞助到现在 真的很感谢 郑兆村表示 在体育署和中华奥会赞助企业支持下 希望明年雅加达亚运再创加基 体育署自103年启用体育运动赞助资料库媒和平台 隔年委托中华奥会进行推动企业赞助体育运动至今 昨天奥会和体育署举办感恩参会 共有53位选手出席 中华奥会主席林洪道提到 明年企业赞助体育运动选手已有65人 其中不乏国中生 盼体育运动赞助资料库媒和平台永续进行为选手打造更好的环境